我這一顆有大喔 我拿不太出來捏 整個還有腦 那是要什麼 袋子對不對 我現在是整袋拿 有大喔 我這一顆 這啊 摸到了 要怎麼用啊 就是開 啊會痛嗎 我們都不會啊 只有你會痛 抱圈圈啊 要打麻針啊 有沒有衛生紙 沒有 噴流 為什麼會有 因為你洗澡洗不乾淨 搞定在亂說 不然你拿來問醫生 啊為什麼會長這個 他剛剛在問 什麼東西喔 啊 你在打麻藥 欸蠻深的耶 摸起來 要整個化開 刀子要切開 為什麼沒有擠這樣 真的啊 真的啊 自己自己看 刀子在這啊 你會怕嗎 還好 反正我用麻醉 他沒打麻醉啊 有剛有 沒有 我看到 你剛剛有抓到拿嗎 沒有啊 那個只有打小剪啊 很像深層的 深層不會 深層蠻痛的耶 深層的就沒有辦法了 等一下我 我都 自己都害怕的錢 喔他這一顆有生耶 我就輪了勒 有小剪的胖 你要把我剪刀弄壞了你 幹嘛 要切掉啊 現在醫生正要把他切掉 我說他們的反應 啊你知道那麼多幹嘛 你知道那麼多重點是什麼 拿另外一個剪刀 立的立的 立的剪刀 白的耶 白的在裡面 好痛喔 前面還好後面穿啊 又很深啊 痛嗎 沒痛 那你是平常什麼時候發現他會痛 自從我在外面的浴室去洗以後 某個姓陳的都會在那邊亂夾 夾什麼 肥皂給我夾水 你是沒洗澡吧 他他都這樣子 每次我都去 烤大把剪刀啊 不要吵 每次我都在阿嬤 超大把 你死定了 一定超痛 喔 有力有力 欸怎麼會這樣啊 沒洗澡吧 以後一天洗三次 我這一顆有大喔 我拿不太出來捏 真的捏 天啊 這個還有囊 那是要什麼 袋子對不對 對 我現在是整個 如果發炎的話會整個腫起來 還是用那個鼎仔嗎 對對對 欸你怎麼那麼清楚 我現在是整袋腦 啊 我這一顆 它裡面是什麼 這個黑黑的 你不要吵 該貨 來 弟弟 我不想看 謝謝 喔這一顆大欸 超大 這一顆有 30公分大喔 如果發炎的時候就整個腫起來 然後 神經就很痛 對沒錯 欸其實 弟弟你幾歲你算蠻勇敢的 你只是 洗澡洗不太乾淨 我覺得你蠻勇敢的 好 最後真的 你很 不錯欸 算不怕不會鬼叫 算很乖的 屁啦 乖個屁 是喔 我沒光 這個時候 蠻乖的 其他時候我是不曉得 一個禮拜後再提醒我 再幫你拆線 它有更痛嗎 對 因為拆線沒有麻藥 什麼感受 我覺得 旁邊鬼吼鬼叫的人吵 你看你這噁心的 你看 這個洗澡沒洗乾淨 這種的還沒爆啊 這蓋化了啦 這個就是 萬一它發炎的時候就很嚴重 它那個就是俗稱的屌 啊因為感染吼 它底下 就金包也壞了 那包在裡面它並沒有吸收 它反而越來越硬 然後最後蓋化 所以我們剛拿出來 它是一團蓋不好的東西 所以它從外表摸的時候是硬的 喔 啊那個還會再發炎嗎 欸 取掉就好了 取掉就不會發炎了 不取它就會反覆發炎 我要把它切開看我是不是 對對對 你可以把它切開看 我叫我兒子帶回家算了 然後很臭喔 他回去了 好他走了 好吧 好然後我兒子的背上的流已經取出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鼎仔啦 那剛剛醫生有講說 就是它那個鼎仔已經蓋化 所以有點壓迫神經 所以它那邊一直覺得很痛 裡面骨頭好像很刺痛 神經周邊都很痛 然後它又是很娇氣的光子 好啦 而且我沒想到它這麼勇敢 它剛剛是直接是蓋化 所以直接整塊取出來還蠻好趣的 假設說你們大家都有類似像粉瘤啊 還是說 鼎仔的狀況 一定要及早去做出 皮膚科 然後也可以去外科 然後去把它處理解決掉 不然的話 那會壓迫神經 會蠻不舒服的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 阿寶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長鼎仔的朋友們知道 聽說鼎仔是要貼狗皮藥膏 有些人頭上長 那個就是要貼那個什麼狗皮藥膏 還是什麼的 那正確的做法就是清澡醫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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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